南投玩乐新闻 星光下的交响曲 清静星空音乐会 30日起两晚连长 阴天后影响 从9月展颜至今 备受大家期待的 2024南投星空季系列活动 压轴盛宴 清静夜星空 星光下的交响曲 星空音乐会 将于11月30日晚间6点起 在清静农场北端售票口 连续两晚举办 这项由县府与清静农场 合作推出的音乐 市集 野餐盛会 邀请黑旋风 旅人乐响 音爵吉他 漫徽舞蹈团 轮番精彩演出 县府欢迎大家 踊跃参加 一起共度美好的 清静星空音乐饗宴 精彩生活 尽在城市 大家好 我是城市生活报 城市玩乐新闻AI主播陈翰 今天为大家播报 本周台湾各城市玩乐新闻 新北玩乐新闻 时续入冬 适合泡汤暖身 中式官吕局 推荐来台中泡好汤 赏花海 时续进入冬季 天气渐冷 最适合泡汤暖身 未处和平区的古关 以独特的山林景致 和温泉区 未为知名 是台中山城 必访景点之一 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 推荐民众除泡温泉外 还可安排山城周边景点 尤其不可错过 展期进入倒数阶段的 2024台中国际花坦节 在深秋入冬之际 来趟泡好汤 赏花海的小旅行 舒心畅游台中 温暖身心灵 新北玩乐新闻 魔幻巨星 夜旦演唱会 卡斯揭晓 华丽表演阵容 将嗨唱市民广场 2024 新北欢乐夜旦城 即将迎来重头戏 众所期待的 魔幻巨星 夜旦演唱会 将于12月14日 至12月15日 盛大登场 27日 卡斯公布记者会 宣布演唱会主持人 并同步揭晓 18组 华丽表演卡斯 而记者会 现场人气天团 欧颂也惊喜 现身演唱 让现场粉丝 尖叫声不断 嘉义玩乐新闻 纸风车 368艺术工程 全国巡演 首场在艺竹 纸风车剧团 368乡镇市区 儿童艺术工程 永续启航 全国巡演 第三轮首场 将于11月30日 晚上7点 在嘉义县 艺竹国小操场 演出台湾幻想曲 艺竹子弟 嘉义县长翁张良 邀请大家 这个周末晚上到艺竹国小看好戏 并强调国家剧院规格的舞台 与国际级表演 保证 让您有个美好的一夜 台东玩乐新闻 金风香落神花剧 即将登场 体验丰富活动 共享圆明风情摇滚之夜 原定于11月16日 要举办的落神花剧 因台风影响 延期至11月30日 热情依然不减 一年一度的金风香落神花剧 即将在金风香 嘉兰运动公园 隆重登场 活动将以多样 丰富的内容 带领来访的游客 深入体验金风香的自然美景 落神花特色 并感受当地的原住民文化 与音乐魅力 澎湖玩乐新闻 澎湖大行军 逆风向前行 行前记者会 澎湖大行军 逆风向前行 将于12月底盛大展开 澎湖县政府 于27日下午 在生活博物馆举办记者会 县长陈光复亲自站台 与明园幼儿园 多位可爱小小兵一起 为这场融合军事文化 与冬季观光的精彩活动暖身 邀请民众感受澎湖冬季海岛风情 探索战地历史文化 踏上跨海大桥 并前往东昌营区 进行军事体验 结合在地美食补给站 感受一日军事生活的魅力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下次城市生活报 台湾各城市玩乐新闻 期望与您再见 期望与您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